嗨,大家好,我是小湛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是電吹管和一般的SARS Phone 那有人剛開始切入SARS Phone的時候是用電吹管 那也有人切入的時候是用一般的真正的SARS Phone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不一樣的切入的 在學習上會碰到哪些問題 如果是要真正切入到電子SARS Phone的話 或者就是所謂的電吹管 我會問他說你未來有想要真的轉到真正的SARS Phone嗎 然後他說我先玩玩看吧 那我就說那你如果兩年後三年後真的要轉到SARS Phone上的話 其實會有點挫折感 因為其實是非常非常巨大 在電吹管它只是一個Sensor 那這個Sensor它可以偵測到你的風速 那你真正偵測到這個風速之後就可以發出聲音來了 真正的樂器上它的肌肉非常的複雜之外 還有你裡面的口腔的形狀 還有你肌肉的每一個角度每一個方向 然後你用的每一個位置發出來的聲音 其實在樂器上是產生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如果是說我學了電吹管三年四年 在真正的樂器上的話 可能在發出來的那個聲音 可能只有幾個月的聲音 就是學習聽起來像幾個月的聲音 甚至可能好像也沒有學過樂器的那種長音的那種聲音 對所以其實我在聽到他說你學電吹管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說你這個是要一直都吹電吹管呢 還是你之後有考慮要轉到真正這個Sats phone 那如果剛開始我是用真正Sats phone的話 我在有電吹管的話 通常會得到比較多的輔助 因為你比較了解到自己聲音 你要怎麼樣去控制這個樂器 就算我想要控制它聲音還是一樣的話 可是我畢竟有這個過程 就是我有知道這些肌肉 或者是這些口腔的變化 可以產生這樣的聲音 所以你在按電吹管的時候 其實你有目前中會做到這些動作 那真正在學電吹管的同學 我就跟他說你要思考一下 但是如果說我未來都沒有要轉到這個真正的Sats phone的話 其實電吹管是一個很好的 那如果有真正的Sats phone我在有電吹管 它可以輔助你半夜的時候你想要多吹啊 拿來練手指頭啊 或者是要複習一下反射啊 練一下節奏這些都是可以練的 所以每一個角度切入這個電吹管 其實是感覺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那今天就主要和大家分享 你的未來的目標 如果是真的想要轉到真正的Sats phone上的話 會建議你在很短的時間內可能就要轉過來 那如果太久沒有轉過來的話 再拿到真正的Sats phone的話 那個嘴巴可能還是從零開始喔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那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分享你身邊的Sats phone朋友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